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这个菜 又好看又好吃的 就是甜醋骨 我们来看看材料 材料有 无激素的猪肋骨 500克 甜醋一碗 姜一块 还有少少葱 材料就是这么多 这个猪肋骨 是急凍的 在超级市场买的 之前做过 几个排骨 的菜式 例如糖醋骨 叉烧酱排骨 去那些新鲜的肉档 买那些 一字牌 我在超级市场发现 这个猪肋骨 又不肥 很适合做 做这个菜 很久 等待 洗干净之后 在骨和骨之间 切开 它就变成一条条的一字骨 好了 我先处理材料 材料已经处理好了 这个猪肋骨 洗干净 抹干水之后 把它切成一字牌 这样 接下来 把基本调味 腐油生抽 割一汤匙 粟粉两茶匙 酒半茶匙 和糖半茶匙 拌匀 拌匀 现在已经腌了半个小时 可以来煮这个 甜醋骨 姜 拍一拍 现在 烧热锅 之前 去肉档 买那些一字牌 就算怎么选 都会有很多肥肉 就要回来自己处理 但是这个猪肋骨 就完全没有太肥的 而且回来自己都很轻松 就处理到的了 好了 现在锅已经烧热了 放2汤匙的油 用中火的 爆香些姜 接着就放些排骨 放些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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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至 两边有少少微焦 碗骨 这就可以加入蒸汤 炆烹 好,現在我們反向另一邊 大约每边是煎2分钟 煎了两边之后 就可以加点醋 加了醋之后 加多一碗冻水 用甜醋 很方便 不需要加冰糖 和其他调味料 盖上盖子 让它煮沸 转火 煮20分钟 已经煮20分钟了 汁已经收到很漂亮 在炆的期间 也要打开检查一下 否则会焦或干水 现在 这个甜醋骨 已经煮好了 可以上碟 这个甜醋 就是煮姜醋的甜醋 做这个甜醋骨 味道很配 甚至是煮的 还有简单 大人小孩 也追着吃 这个菜 我们加一些葱 做装饰 这个甜醋骨 就完成了 可以上大桌 大家不妨试试煮吧 好